欢迎收看,我是Pin,教数学 那我们要来进入到这个排列组合三个前置知识的第三个 我们已经教过逻辑,教过集合 要来教这个加法原理跟惩法原理 那姑且不说这个在国中可能有学过 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从小到大 都可能在使用这样的知识 只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数学而已 小明有两件不同的长袖 三件不同的短袖上衣 五条长裤两条短裤和三双鞋子 他出门的时候会穿上衣服裤子鞋子各一件 他有几种穿搭的方式 就是说我刚讲 因为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用到 所以说有一半以上的不会的人 他其实是因为他没有进去这个情境 他没有把他当日常生活的问题在想 他把他当一个数学题 当你看到一个数学题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有一种反射式的想说 2...3... 是2分之3吗 是2加3加5加2加3吗 是... 2乘3乘5乘2乘3吧 这样就是说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一开始想的不是说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想的是哪一个东西 哪一个数字要跟哪一个数字要怎么算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连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你都不知道啊 那你在算什么 当然是不会对 然后自己加完了成完了觉得好像还有道理 但是其实根本没有 因为你根本没有想象这个情境 不会的人里面有一半以上他不是真的不会 他只是把他想太难了 然后卡住 好多数字好难这样 有一些人他是真的不会 那不会的话呢 其实这个也不是真的难 就是说他可能在日常生活中 没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的体验 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来看 如果我今天只有三件上衣和五条长裤 好吧我们赤脚出门 其他都不要看 三件上衣和五条长裤穿上衣裤子各一件 可以吗 三件上衣五条长裤有几种穿搭方式 这个真的打错了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搞不好都没有 15种嘛 因为每一件衣服对应到不同的裤子都可以 对不对 连连看嘛 对不对 连连看 连连连连连连 对不对 就连出15种 对不对 两件长袖 三件短袖 我现在裤子跟鞋子都挑好了 剩衣服 两件长袖 三件短袖 我要穿一件衣服 我有几种选择 一件一件衣服 两件长袖三件短袖 这样我有几种选择 就这五件啊 挑一种 通常这个问题如果还有答不出来的 代表他在前面已经被自己击败了 就是他已经觉得好难好难 他这个时候已经当机了 要不然合理来说这个问题会有人答不出来 那 你可以稍微听一下 对不对 这个唱首歌 转移一下注意力 再回来看这个问题 或者是他可能觉得说不可能是五件吧 怎么可能 这么简单 就是五件啊 就五件衣服挑一件啊 对不对 OK 那如果今天 两件长袖三件短袖 五条长裤 就这样 然后要穿一件衣服 跟选一条裤子出门 有几种选择 那衣服的部分是 五种嘛 裤子的部分是 五种嘛 所以总共是 好那么到这里的话 如果你都可以答对总共是25种 就五成五 到这里就会答对 你就可以了解到这就是所谓的加法跟乘法的差别 为什么我们在衣服这里要加强 因为你两件长袖三件短袖里面 你总共只选一件 你也不能说我这里挑了这里再挑 不能啊 因为我只穿一件 所以A样中选一样 或B样中选一样 总共只选一样 注意哦 总共只选一样 只选一样 那就是加强 可是如果是怎么样 如果是衣服里面选一件 裤子里再选一件 就会变连连看 对不对 这三件衣服各可以对到五条裤子 就会变成用成的 那你其实怎么样 你其实两种都选了一件 你有一件衣服又有一件裤子 好的吗 所以 两件长袖三件短袖五条长裤子 这个地方是用加的 那加起来变五之后是乘五 那所以这一整题的答案会是什么 它会是二加三 在衣服的部分你有五种选择 在裤子的部分你有五加二七种选择 在鞋子部分有三种选择 所以是五加三加 五乘以七乘以三 是一百零五种 如果你感觉到学生这个地方没有达得很流畅 或者你怀疑他可能再复杂一点会不会 那我们可以来 这个深入一下 那深入一下我们还是尽量选这个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就是说 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我不要在一开始就带太深的加法原理跟惩罚原理的问题 像那个什么走捷径的问题之类的 就是我希望学生可以了解到这些东西 你日常生活中你都有能力想通 那你就应该要慢慢的把它拿来 确认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到底都想了些什么 然后不要变成说数学问题就是很难 数学问题就是会有什么 几分之几 接几成几 搞不懂这样子 一种提醒 这种提醒有什么算是什么 你应该是怎么样 尽量去想象这个情境 所以我们尽量从这个现实的情境里面进入 早餐店有五种蛋饼 夹一饼各点一份 会有点几种点餐的结果 夹一饼各点一份 所以你去想他会怎么样 因为夹也会点一份 也会点一份 那夹点哪一种 那移点哪一种 那丙点哪一种 这个时候 其实还是有相当比例的学生 在上面会答对 这里他会答5乘以3 那你这样听我讲 你就知道5乘以3是错的了吧 对不对 如果你刚才的答案就是5乘以3的话 5乘以3是错的 那我要问你5乘以3错在哪里 想一下 不是5乘以3 那这个搞清楚为什么不对很重要 甚至是你答对了 你最好都可以去理解一下错的人是为什么错的 因为一个新问题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见得总是能够第一时间的 用最好的最快的方式想对 那要是我想的 其实是错的那个方向的话 我能不能察觉到他为什么不对 我能不能够察觉到我想错 如果可以 我就可以赶快换方式想 那5乘以3为什么是错呢 那在这里我们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5啊 我为什么会乘以5 是5样中选一样 所以是5中选1 才会有这个乘以5 成了又成又三中选1 也就是说我们要会解释自己的算式 如果你能够解释为什么你这样算 你就会发现 你就可能会发现他不合题目的意思 如果我的算式是5乘以3 代表我经历过了5个里面挑一个 以及3个里面挑一个 那也就是说5种蛋饼里面挑一种 然后甲鱼饼三个人里面怎么样 挑一个人 然后让那个人买那种蛋饼 有这样有几种买法 有15种 5乘以3 15种 问题来了 这样你到底买了几份蛋饼 这样你是不是只有一个人 买了一份蛋饼 因为你在5种里面挑一个 然后在3种里面挑一个 那这样子你是只有patch到一组而已 对不对 所以他不对 这样我懂吗 这是不对的 那在这里我们强调两个概念 第一个 为什么要乘以5 不是题目有5就乘以5 假如我问学生说你为什么要乘以5 他说因为有5种蛋饼 我会跟他说不是 不是有5种蛋饼就乘以5 那有5种蛋饼为什么不加5 有5种蛋饼为什么不减5呢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乘以5呢 是5个之中选1个 几种 2种之中选1种 2种又3种 总共5种之中选1种 我们才会去拿这个去乘 拿别人来乘他 拿他乘别人 所以这个乘以5是5种之中选1个 这个乘以3是3种之中选1个 不是3个人就选1个 所以我们要把情境里面看到的数字呢 有一个逻辑性 不是5就放哪里 5种之中选1个 另外一点就是我刚讲的 你要能够解释自己的算式 你现在发现了 那他不是了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假去点有5种选择 乙去点也有5种 丙去点也有5种 他是怎么样 点了又点又点 所以是怎么样 选了又选 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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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像刚刚这个衣服选了 裤子又选 鞋子又选 所以他其实答案是 5乘以5 乘以5 懂吗 那很简单的题目 我们花蛮长的篇幅在讲他的 那如果其实你早就会了 不好意思 但是有必要让学生不会的人知道 以及让就是我们的很多观众 可能是老师或家长 你要知道说如果你遇到你的学生不会 那他是为什么不会 因为这个对老师来说好简单 简单到你都不知道学生在不会什么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教他 所以你要能够理解到学生他可能是怎么不会的 以及要怎么让他从这个不会的状态 让他有一些方式变成会 去确认你的算式 去了解到为什么要乘以5 下面这题 如果甲乙丙三个人约好要点不同的 则会有几种点餐的结果 甲点什么 那乙不要点跟他一样的 那丙也不要点跟他一样的 所以就会怎么样 所以甲有5种选择 乙胜4种 乙胜3种 选了又选又选 可以吗 所以是5乘4乘3 这个60 上面这个是125 那么下面这个给你做做看 有3种蛋饼 4种铁板面 5种饮料 甲乙丙三个人各点一个主餐 一个饮料 而且铁板面可以选择加蛋 这样有几种点餐结果 可以吗 那如果你觉得这一题对你现在 就是你的学生 现在眼前的这个学生来说 好像会太难 你发现他好像有点卡 你可以怎么样 把人数减到剩一个 可以吗 甲呢 3种蛋饼4种铁板面 5种饮料 甲要点 一个主餐 一个饮料 然后铁板面可以加蛋 蛋饼跟铁板面都算主餐 这样子就共其中点餐结果 所以它其实是怎么样 铁板面会因为加蛋 不加蛋呢 它会有4乘以2 8种铁板面 以及3种蛋饼 所以这一些总共是主餐类 对不对 那我在这主餐类里面 我只有选一个 所以我不是选完蛋饼又选铁板面 可以吗 所以我这里是用加的 但是你看我这里用乘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选完铁板面再选 要不要加蛋 所以我铁板面有加蛋没加蛋 总共就会有4乘2 8种 但是我连蛋饼一起算 但却不是在乘3 是加3 因为我是要选择这3种蛋饼 还是选择这8种铁板面 选完了之后又选5种银料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55 错了 不是 我们刚刚是已经把它解化了 对不对 那在这个55的部分 有的学生会答另外一个答案 他会答3加4 乘以5 乘以2 就答70 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错误模式 首先你要先了解学生为什么会答这样子 通常会这样写的学生 他是想说加蛋 我们等一下再看 3种铁板面 3种蛋饼 4种铁板面 我们让他都不要加蛋 跟5种银料 合起来是这样子 然后 那现在我们规定铁板面都要加蛋 可以吗 那这样算起来 他就觉得说那我有加蛋是这样子 没有加蛋也是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两个合起来看是乘以2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样是不对的 这是其实 那怎么办 要出来哪里 要怎么跟他讲 就是说 其实他这样子算呢 变成是这个 在乘以2的时候 我们就五千不看嘛 在乘以2的时候 你变成是4也有乘到2 3也有乘到2 也就是说 其实这样子的算法的情境底下 变成是开放蛋饼可以加蛋 和不加蛋 然后铁板面也可以加蛋不加蛋 这样子就变成说你选一种铁板面 你从铁板面或蛋饼里面选一种 然后再来 选加蛋不加蛋 但是不是嘛 因为我们蛋饼没有那个选项 所以你只能够铁板面自己乘以2 然后再去加蛋饼 这也是一种可能会错的情况 那这里算出55之后呢 所以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刚刚是省略掉只有甲 那如果甲乙饼都点的话 这样几种点餐结果 所以甲有55种 乙有55种 兵也有55种 那所以是55的3次 这样